爱联群友提出了几个和那个农业直接有关的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 他认为转基因到底好不好 其实我要讲啊 我刚才已经讲了 如果按照理生科的观点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转基因 根本他就不认为有基因 那么当然转基因更不可能 就谈不上什么好不好了 至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转基因好不好 我觉得袁隆平先生自己曾经有过一个视频 专门是谈这个问题的 有人说他是中间派嘛 他大致上是认为对转基因要具体分析 他说抗虫的转基因他是很担心的 但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他认为是可以的 于是有些人对他进行了非常 对他进行了非常不礼貌的攻击 甚至有那个我前面讲的那个战狼网友 他可以随便骂人的 因为他那个现在为 现在为那种集权辩护是很不要脸了 他甚至都认为 那个那个知识分子就是要过几年很整 他们一通他说对于四十九中 成都四十九中那个事件乱讲话的那人要活埋掉 像这种话他讲了很多 所以他这种态度他就可以对袁隆平也破口大骂 说袁隆平什么什么死 什么死不要脸 什么什么这些话他都能讲 但是我这里要讲那个 这个这个 其实转基因问题啊 我觉得很多人都把大而化之 我觉得这是肯定是不对的 袁隆平说要具体分析肯定是对的 这里我要讲啊 关于转基因的那个那个质疑 其实包含了两个完全 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 有一些人实际上认为是吃了转基因 人就会被转基因了 也就是说转基因会直接对人的遗传发生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尤其是假如你从那个正统遗传学的角度 就更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 因为那个正统遗传学 他讲的那个基因是要通过基因工程才能够改变的 也就是说人们的遗传影响遗传无非是两个 无非是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那个细胞与细胞之间的 那个所谓的有性 有性结合 是吧就是什么精子和卵子啊 什么那个那个不管是动物 还是植物吧 通过那个性细胞的结合造成基因的交流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转基因 就是在细胞内部啊 通过那个改变染色体改变DNA 来实现那个基因的改造 而我们知道转基因食品 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做出来的 你把他吃进肚子里头去 是吧 第一他不会发生那个有性杂交的问题 第二他也不会深入到细胞内 是吧 就是我们所谓 如果说吃了转基因的东西 人就会被转基因 这个荒诞就等于说吃了猪肉以后 人就会植入猪的基因 就会逐渐变成人猪杂交的品种一样 这个是我觉得是不符合常识的 第二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 我觉得是值得重视的 这种说法不是说 这种说法不是说 吃了转基因 人的基因 吃了转基因食品 人的基因就被转了 而是说 有些转基因的作物是有毒的 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转基因中 有一种抗虫的品种 又叫做Bt转基因 所谓Bt就是苏云菌牙包杆菌 所产生的一种能够毒死昆虫的毒蛋白 是吧 那么这种毒蛋白 它在那个苏云菌牙包杆菌中有一个基因 它是会产生这种 这种杀虫的这种这种东西的 那么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种制造杀虫物质 毒蛋白的这个基因 把它植入到那个粮食作物的 或者说农作物的那个DNA中 农作物本身就会产生这种 所谓的毒蛋白 那么这个毒蛋白可以把虫毒死 那么它是不是对人的健康会有影响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食物有毒 没有毒的问题 这个和干扰基因 干扰人的遗传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一般来讲 现在人们都认为 或者说现在至少有一些 主张支持转基因的认为 这种东西所谓的毒蛋白只能毒死虫 不会毒死人 对人是无害的 可是这个事情 它有一个几率问题 有一个发展 有一个那个长远趋势的问题 这个东西到底长远看有没有害 的确是 现在还很难绝对下结论 所以关于这种问题 我们恐怕还是要慎重一些 至于如果不吃进肚子里头的抗虫转基因 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有有害 还是没有害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至少棉花已经 百分之九十几的棉花都是抗虫棉 就是转基因棉花 转基因棉花早就在中国普及了 而且中国还普及的比较早 是1997年开始的 因为九十年代 大家可能都不了解 九十年代中国曾经遭遇过一场 毁灭性的棉林虫灾难 这场灾难几乎毁了中国的整个棉花种植业 后来主要就是靠转基因的抗虫棉 使得中国的棉花又恢复了生气 我们现在作为世界棉花产量的 第一还是第二大国 有的时候第一 有的时候第二 其实就是靠这个东西 它早就已经我们在推广 很少有人对这个进行怀疑 因为很简单 因为那个棉花毕竟不是拿来吃的 是吧 它是拿来穿在衣服上的 所以这个抗虫棉 人们的质疑不大 但是如果这是所谓的BT转基因 就是我前面讲的用树荫菌 牙包杆菌产生的那种 但是如果是可以吃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要慎重 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是 总而言之吧 对转基因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那个一概说这是可以的 或者说是不可以的 我觉得这是错的 那么 呃 袁隆平在这个问题上 他的这个观点 其实呃 其实我觉得无可非议 有一些学者 就像那个海外的呃 支持转基因 最厉害的就是方舟子先生 是吧 就这个问题 呃 他对于袁隆平的批评很厉害 呃 所以袁隆平误导了 什么什么什么 呃 但是老实说 袁隆平在这个问题上 还是所所谓的中间派 如果他都被攻击成这样 我觉得呃 恐怕有点过了 是吧 呃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袁隆平搞的杂交水稻 是不是转基因 当然不是 是吧 因为所谓的转基因 他其实是呃 关于遗传物资的这个研究 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产生的 是吧 最早摩尔根其实也没有呃 发现所谓的基因 摩尔根只不过认为 就是这个作物的遗传 是靠着一种遗传因子 呃 这个遗传因子是什么 他当时也没有具体的搞清楚 他说是因为遗传因子的作用 而不是后天学习 是吧 而不是所谓后天习德性遗传 但是这个遗传因子是什么呢 呃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人们发现了原来有一种东西叫染色体 呃 这个就是呃 管遗传的 后来又有人把它延伸到分子层面 呃 说转染色体能够遗传的奥秘在于染色体中的呃 护养核茶核酸啊 就是那个DNA 是吧 那么 那这种东西发现了以后 人们就可以把外面的DNA呃 呃 通过那个转基因工程把它植入到细胞内啊 呃 然后产生 这个就是所谓的呃 转基因呃 这个这个这个呃 呃 这个所谓的转基因工程 而杂交水稻说实在的 他只是在正常的那种呃 性细胞的繁殖中产生的 就讲的简单一点就还是恢复性 实际上就是副本和母本啊 然后杂交产生的那个杂交优势 他甚至都没有深入到染色体层面 当然更不容易 当然更呃 谈不上深入到DNA的那个层面了 是吧 所以他呃 后来的单倍体育中都比他要更深入 是吧 那么转基因就更是这样 所以他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但是假如你说呃 那个因为他不是一个层次的 他就比较落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样讲的 是吧 因为 不同类型的呃 那个呃 自种方式 是吧 他很有可能有发现有先后的区别 但是每一种 他在技术上都有呃 容易做的和难做的 那个那个区别 是吧 你不说别的 你就是呃 比如说现在那个呃 和核能或者新能源 那当然是一种后起的东西 但是你说传统的能源 呃开发技术 他也在不断的前进呢 比如说那个 那个化石能源嘛 现在有页岩 页岩油 页岩器 那个也是一种传统能源 他不是所谓的什么新能源 但是传统能源 他也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基因的开发呃 单倍体呃 那个那个 自种的开发 中国今后都会要搞的呃 当然是呃 在谨慎的条件下了 是吧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 那个通常的有性繁殖呃就我们就不用搞了 或者说呃这个东西就不会再发展了 那我觉得这是不同的进路 尽管随着科学的发展 人们会有越来越多的那个路径啊 而且有些路径可能呃更有前途 任何时候这个路径都不会是唯一的 是吧 呃 这个是第一 第二就是有人提 刚有那 那个呃呃 就是那朋友提出 说转基因水道和杂交水道哪个产量高 我觉得 甚至都不光是转 呃 杂交水道 包括常规水道在内 常规水道 杂交水道和转基因水道 他只不过就是改善遗传的 不同的进路 是吧 也许这进路有的快 有的慢 也许这些进路 是吧 呃 他的前景啊 什么什么各个方面 可能那个空间的大小会有 呃 不同 但是每一种进路 他本身的那个呃 发展方向呃 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所以你很难说呃 某一种进路 他就固定有一种特征 我觉得呃 杂交也是这样 有的杂交 他的思路就是要呃 培养一种特别高产 但是呃 不好吃的东西像杂交高粮 就是这样 是吧 那么有一些呃 杂交 他也是专门为了改善那个米质的 他并不追求产量 呃 他杂交的方向杂交的 那个努力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米质 那么他这样杂交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产量并不高 但是很好吃 是吧 现在的转基因也是这个样子 转基因水道据我了解 在国中国国内还没有怎么搞 但是在国际上是搞了的最有名的转基因水道就是所谓的金大米啊 那个Gordon rice 是吧 金大米他的培养方向他的转基因方向就不是产量 增加大米的营养 具体讲就是增加大米中的那个维生素A 和那个其他营养物质 是吧 这种金大米 对于 那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极大的改善 那个 对于那个 那个营养状况 但是金大米 他本身就不是以那个产量高为目的的 所以我这里要讲不管是常规育种 还是杂交优势利用 还是基因工程 他本身都有不同的目标 他培养出来的东西 性状也是不一样的 不能单纯的讲 哪一种的产量更高 那个 袁隆平先生呢 他搞的杂交水道显然不是转基因 这是毫无问题的 至于现在 又有 现在说的很多的 那个超级道是怎么回事 我自己也很纳闷 因为我也没有仔细看这方面的那个东西 是吧 所以我 现在搞的那个超级道和转基因有什么关系 我还不太了解 不过袁隆平先生在我刚才讲的那个视频中 他已经明确讲 说他下一步 说他们整个方向 大概还是要涉及到转基因的 是吧 而且他也的确讲了 说那个 总有一天在 常规的预种方法达到极限以后 这个转基因可能也是 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东西 当然这当然是一个方法 方向 他具体进展到哪一步 因为我现在并不是完全 并不是追踪观察的太紧 所以我并不太了解 但是总而言之吧 袁隆平本身他的大部分的研究 乃至我 至少是在我了解的这个范围内 和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 他为什么没有选择转基因 刚才有一位朋友问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袁隆平搞的那个时代 是吧 袁隆平在那个66年发表第一天 讲那个水道不韵性的文章 那个时候还根本就没有发现DNA 是吧 那个时候根本谈不上搞转基因的 甚至连单背体都没有搞的 是吧 所以这袁隆平当时搞的时候 就像美国人搞那个杂交高粱一样 当时还是在那个DNA 都没有发现的情况下 所以你不能说是袁隆平 选择了这种方式 而是当时大概只有可能有这种方式 那么以后会怎么样 现在我们就难说了 就像这个方式 这样子一起说了 我会说是 我会说了 那是 我会说 那是 我会说 我会说 我会说